大家好,我是谢明,一名会中医的太极老师 欢迎大家加入我开设的微信太极内工班 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 练太极,慢的极限到底是多少 我们经常都听说太极拳要慢练 那我这个慢要慢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合适,才是合理呢 比如说我们正常打一个套路 以城市太极拳来说,老家一路可能是15分钟左右 那有的同学就说,我可能我想打到30分钟 甚至有的同学说,我一个套路能打45分钟 那这个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慢是为什么 而不是单纯的追求这个慢的结果 慢是一定是我们的有一个原因的 我们练太极拳之所以慢啊 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清晰的体会到身体的每一个关节 每一个鸡群,它的那种运动组合和运动能力 不是说你打的越慢,你就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你是45分钟打完了老家一路 但是你的动作没有一个是符合要求的 那慢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但是如果呢,你可能是10分钟甚至5分钟打完了 每一个动作细节都是符合太极拳要求的 那你这个也依然叫慢 我们一定要看到它的最后的核心的原理 而不是说它表面的这个现象 如果你能够把握住太极拳核心的要求 用你的跟节 比如说你用你的胯 你用你的肩 你用你的脊椎来带动整个的躯体的运动 实现了这样一个动作要求 那你这个就叫做慢练 你不论是以5分钟10分钟还是50分钟来练习 它的效果都会非常的好 你练得越慢 它出的功夫会越快 这个是不用讲的 但如果你不是按照太极拳的要求 或者说你本身练拳就觉得这里不舒服 那里憋着 这里卡着了 脖子也疼 腰也酸 膝盖也难受 你慢练 那它是没有什么用的 你练得越慢 它的运动伤害反而是越严重的 为什么 因为你在做动作的时候 动作本身是不符合生理要求的 你把它放慢了之后 你需要用更大的力气去维持整个身体结构 会造成你在单个肌群 单个骨骼承受压力的时间会过长 会造成你更加严重的运动伤害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炼太极拳它慢 你可以无限制的慢下去 只要你想打 你哪怕是50分钟两小时打一套拳都没有问题 最关键的点是你要能够慢到核心的地方 慢到感觉到自己身体的每一个关节都能感受到 感受到他们的运动组合 这个是我们慢的目标和目的 而不是单纯的追求这个慢的结果 所以如果是我个人理解的话 你太极拳不管是快打还是慢打都没关系 只要你能够符合动作要求 我认为它就是太极拳慢练的方式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不要纠结在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上 当你很在意这个慢的时间是5分钟还是10分钟的时候 你往往会忽略它最关键的核心点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慢练 慢练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你看很多拳师平常会很慢的练 有时候又会很快的去练 表演的时候表演得很激烈 自己练的练的很缓慢 其实这都是我们适合不同环境 去运用太极拳的一个要求 太极拳一直说叫刚柔相近 快慢相间 他从来没有说我们只是单纯的慢 或者只是单纯的快 快和慢都是我们为了锻炼身体 为了练拳实现整个身体结构的 这样一个外在的表达形式 我们最关键的是要把握住 身体是不是符合我们整个太极拳的整体运动要求 只要你能够符合这一点 我相信慢和快都不会对你造成困扰 你会很清晰的知道 只要我自己越练越进步 那是慢是快都不重要 最适合你的强度 最适合你的频率 最适合你养生的状态 那个才是我们太极的要求 而且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固定化的 我们只能说正常来说 老家一路可能是15分钟 但你打13分钟也是没有问题的 它打17分钟也是可以的 适合你自己最重要 快慢对太极拳来说是一个浮动的标准 千万不要把它固定化了 这也是我们说因人而异 也是为什么教权 你要想让学生提高特别快的话 你一定要做针对性的这个讲解和解答 好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 谢谢